詹姆斯后立刻叫着冲了过去 伸出舌头不停地舔着詹姆斯的手 这时奇迹发生了 詹姆斯竟然苏醒了过来 他是巴布 是的 巴布 巴布 我的巴布 真没想到啊 这只狗竟然能叫醒它的主人 见到了詹姆斯 巴布也开始进食了 而詹姆斯的病情更是奇迹般地恢复神速 这一人一犬的深厚情谊 让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我们都以为詹姆斯撑不下去了 可是他在和巴布团聚以后 病情便渐渐好转 巴布能够唤醒昏迷的主人 可见他们的感情有多么好 才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呢 安徽合肥的周先生 在一家屠宰场工作有十几年了 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将猪开膛 并取出他们的内脏 每天都有几百头猪被周先生开膛破肚 周先生的太太对丈夫的工作颇有意见 经常劝丈夫换一份工作 可是周先生却不以为然 老公 我听说有一家服装厂最近正在征人 不如找个时间 你去看看怎么样呢 服装厂 我一个大男人去服装厂做什么 去了不就笑死人的 好吧 那就不要去服装厂 另外 我们社区对面的那个超市 也在招司机 我看你 不如去应聘一下 你真的很啰嗦的 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就挺好的 你怎么总教我换工作啊 你现在的工作杀了太多的猪了 每天都血淋淋的 并且有那么多头猪死在你手下 我怕时间久了会遭到报应的 你想的太多了 那些猪又不是我杀的 他们到我面前的时候都已经死了 可是 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换工作的 好了 我要去上班了 有一天晚上 周太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她梦见好多被开疼透度的猪追赶着她 周太太惊醒后 便更加坚定了让丈夫转行的念头 这是哪里啊 苦啊 苦啊 是谁 是谁在哪里 痛苦啊 痛苦啊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是你的丈夫将我们开膛破肚 还偷空了我们的内脏 让我们受苦 你们一家人我们都会来讨债的 一个也跑不了的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你们一家人都会遭到报应的 不要 不要 你们不要过来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原来是个梦啊 做噩梦了吧 老公 我刚才梦到了好多被开疼破肚的猪 追着我不放 他们还说 因为你让他们受苦 我们一家人都会遭到报应的 老公 你还是改行吧 不要再杀猪了 老婆 你怎么能把梦当真呢 好了 赶紧睡吧 明天我还要上班呢 哎 怎么劝 还是没有像呢 周先生对太太的劝阻 丝毫不以为然 依旧每天去上班 从事杀生的行业 而周太太则经常做噩梦 心神不宁 她的儿子也经常生病 周太太学佛的表妹 得知这件事后 便来到她家对其劝道 姐 小冬怎么样了 刚刚吃了退烧药 去睡觉了 哎 最近她经常生病发烧 真是烦死我了 姐 我看你的神色也不太好啊 是啊 最近我经常做噩梦 梦到一些开膛祸度的猪 在追我 好可怕 啊 姐 是猪磷来讨债了 姐夫一直从事杀生的行业 深重的杀业 会让你们全家人受到报应的 你还是劝姐夫 赶快改行吧 否则这样下去可不妙的 哎 别提了 我劝过她好多次了 可是她就是执迷不悟 你姐夫她根本不相信 什么因果报应 姐 那你可得想想办法啊 否则 你和儿子都会被姐夫造下的杀业 一起受苦的 啊 嗯 周太太听了表妹的话后 便跟周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 小冬 你感觉好些了吗 爸爸 我的头还是很痛 没关系的 晚上再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 老公 今天我表妹来了 她说我们儿子要想恢复健康 只有吃药是没有用的 啊 那该怎么办 我们儿子之所以经常生病 那是因为你杀生过多 而导致报应 家住在小冬的身上 老公 您还是改行吧 不要再杀猪了 我的工作跟儿子生病有什么关系 你别听你表妹瞎说 这世上哪有什么因果报应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 姓周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不改行 那我就带着小冬 跟你分居 我可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小冬 因为你而受罪 好 分居就分居 别拿这个来威胁我 我是不会改行的 哼 要走就走 就这样 周太太带着儿子 跟丈夫分开了 他们母子二人 一起住在了表妹家 说来也奇怪 自从分居后 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好 而周太太也不再做噩梦 姐 你们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吧 妹妹 真是太感谢你了 自从我们搬出来以后 儿子就再也没有生过病了 我也没有再做过噩梦 啊 只是姐夫如此执迷不悟 我怕她会遭到更严重的果报啊 我劝过她很多次了 可是她就是不听 宁可跟我分居 也不愿意改行 周先生和太太分居后 依旧每天上班 终于有一天 果报降临到了她身上 哎呀 糟糕 睡过头了 又迟到了 那天 睡过头的周先生 骑着机车 飞快地在路上行驶着 不料在路口处冒出一辆大货车 周先生车速太快 闪避不及 啊 不好 啊 周先生被大货车 碾压得肚皮破裂 内脏露出体外 当场死去 就像每天 被她开膛破肚的那些猪一样 姐 你别太伤心了 你姐夫 他实在太固执了 小生 终究会得到果报 他就是不信 他真是太傻了 真是太傻了 没有人 没人 没有人 没人 可能 它 是 有 是 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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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个人对不起你 没有我自己被你欺负 我只想你做这个事情对你不好 而关心你 而不是谴责你 他就打麻将打到天亮回来 我怕你身体不好 我告诉你打麻将不好的 那是慈悲心依然在 但是如果你生气 那不是悲心 那是一种哎呀 你侮辱我 你不理我 所以那个是我值 所以各位我想 修行你必须利用你日常生活 看看你这个观点跟行为 是不是一种空性悲心 没有自己 只有对方 只有别人 车子被撞了 赶快跑下来 检查看对方有没有受伤 而不是你车子有没有坏 你要这样想的代表 我在修行了 我好高兴 我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想了还是对方 太好了 今天晚上在睡觉碰到鬼 怕被鬼压 那你就自私了 有鬼在叫 赶快起来失识 超度 先想到鬼能不能离苦 没有想到你自己怕不怕鬼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想修行 你只能自己面对自己 谁也不能 大家也没什么神通 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佛菩萨是知道 但是你自己要不要 学佛菩萨的心态比较重要 所以只有别人 没有自己 关心别人 忘了自己 这个叫学佛了 如果一个人学佛很自私 他每天忙忙都很自私 不管别人 那这个人就没有学佛的基本 所以一个人 有些人跑来说 师父我要出家 住三个月住半年看看 看有没有那种精神 关心大众 关心别人超过你自己 那比较重要 有些人说我想要干嘛 我想要读佛学院 我想要闭关 每天都想这个 那你这个不是大乘佛教 你只想你自己 明明这边需要我们帮忙 你就把它放下了 不管它了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